今天年初三出去玩的人很多 南投的天空之橋摩天輪 瞭望台者三高 外加維姿貝鳳梨酥金磚 真的是希克力驚人 一个店单日发出 七千个鳳梨酥来计算 至少三大家的业者 一天就得要准备让游客吃掉 2.1万颗鳳梨酥 三合五合网上追加伴手里 这一边柜台结账停不下来 另一边发放试吃人龙 越盘越长 这种东西 这不错很好吃 口感真是绵绵的 台北 我觉得台中的比较 比较OK 比较大方 应该是还好 也是差不多准备两万块 两万两万块 往来说 要让人去吃 小小一颗鳳梨酥金磚 威力惊人 品牌只要挂上 为自当开头 要钱买的免费试吃的 让游客甘愿买单或杀时间 不过猴炭锦被排队排到爆的 还有这里 台湾人真的很喜欢排队 那么在过年其实已经塞成这样了 那么很多人呢还是挤进了南投 是要来买凤梨酥 吃一口不要钱的凤梨酥 忘了春节廉价人潮 让业者口袋赚饱饱 猴炭锦的西克能耐 还有这三高 晃吗 我好怕 我好恐怖 可是大过年 为什么要来这边挑战自己的心脏 没有因为这里很美啊 好实际走上天空之桥 在桥面摇晃的情况 真的还蛮恐怖的啦 不过呢 其实走到了这个天空之桥 上面来看 全场204公尺 而且上头有265个阶梯 是游客慢慢走 大概也可以走个十几分钟 漩涡步道让游客走上 瞭望台幸运一点 还能看见高体列车 从脚下交汇开过去 走春走到草屯 猴炭锦登高望远 还有第三高 就在30公尺高的地方 我们先卖个关子 不说这里是哪里 透过现场的画面 其实背后可以看到 后方有一个 这个深红色的圆锥体 它的这个下方 就是天空之桥 移动式摩天轮开上南投 车响在5分钟内 就能转到30公尺高 看茶园或凤梨田 一次满足 年节走春 为自备凤梨苏金砖 外加摩天轮 瞭望台天空之桥这三高 多管旗下的秘密武器 拉台猴炭锦的人气 记者陈广瑞 张俊东 SNG小组 在南投的采访报道